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介紹六位帥哥美女好辣醫師團 身體別再耍叛逆 今天好辣醫師團要來告訴你 器官運作如果失控 就可能會造成難以挽回的情況 好辣軍團們 又遇過哪些危急的情況呢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李懿 跟大家分享一個 我前陣子看到的新聞 新聞上的時候有個女生 他月經平均來 一個月大概來 就是超過我們一般七天 他來十到二十天 然後他就想說怎麼會這個樣子 他等於是 後來才發現他是 已經滑進子宮頸裡面 他沒感覺 他沒有感覺 你就會發現疾病有的時候真的是 失控到我們完全沒有辦法 就是掌握他到底怎麼回事 我們以為是月經 結果竟然是子宮肌瘤 可是他也太大 你真的二十天就趕快看醫師了 可是你知道女生的月經真的很難說 會依據你當時的譬如說身體狀況 有時候多有時候少 對 或是有時候一個月 像我一個月來過兩次的 你就不會覺得那個是有什麼疾病 像我有時候一個月 然後譬如說來四天之後結束了 以為就很開心 又來了 突然就又跑來了 他有時候很調皮的 很難掌控 沒有 要看你當時生活的 是壓力大不大 可是那個 你量體重不會 就大到這樣 這樣不會有公斤數嗎 證醫師 會 對 重量有的三公斤 你的體重如果割掉那個 起碼少個一兩公斤 那就看你多大 對 不過剛剛你講那個 滑到子宮頸去的 我最近也碰到一位 滿驚訝 他15公分還可以滑到裡面去 我說你老公應該早就碰到了 他說有啊有啊 我說這樣日子也在過啊 他說 我說這實在喔 真的估計實在有過 會忍耐的你知道嗎 怎麼好過 因為你們知道 對 卡在那裡 因為那老婆一看就 生命處一看就 看到那個 因為這樣不會痛嗎 他自己也摸到了 另外你講一個月來兩次 那個要幾個狀況不一樣 假使說一個是1號 一個是30號 那個並沒有錯 本來很多人一年就是13次 那如果說1號來 15號又來 那是不對的 假如那這時候又會分兩個狀況 一個是兩次都看起來正常月經 那你顯然 那假如第二次是量很少的 那可能排卵 排卵就是 排卵期的出血 所以醫生會根據你的那些狀況 去判斷說這是怎麼回事 是 所以重點是你要就醫 身體判逆死性子 疾病做人拿他沒辦法 婦女病大發作 問題超多好困擾 是 就是私密處的問題 但第一個就是 那我碰到一個病人 他就說 他來的時候跟我說 我其實是在電視上 就醫師好辣 聽你講 後來在媒體上也看到這個事情 我才覺得 我會不會跟他一樣 我說那什麼案件 他說你說有一個人 一直流水 正常的水這樣 水狀的一直分泌 對… 你有看到那個新聞 有 我看到這個爬文 看到這一則趕快跑來 可是等到一照發現 一樣 他裡面也是一堆東西 在子宮腔裡面 一刮下來 又是內磨 那所以說 他說 所以他真的看了這個節目 跟新聞 對 好多病人是看了這個節目 來道謝的一來越多 那你現在扁額都放哪裡 沒有 基本上我叫他扁額送到醫師好了 因為… 因為很多時候是北科的問題 我叫上去看了 他再回來跟我說 那到正義師家 以為他賣點了 對 真的… 發現道謝的一來越多 還有一些拿書來簽名的 一邊跟我說 上次看到節目怎麼樣怎麼樣 感慨感謝很多 真的救了不少人 真的救了不少人 那我講了另外一個案例 其實也是 就是說他有些人 這地方本來不是分泌物就出血 是密宿就這個問題 那一個42歲的女性 她來門診的時候 講了症狀我一聽 就沒什麼稀奇 她就說 我醫生我有子宮肌腺症 那她的那個三大症狀 其實是 或者是 或者是 加上一個 像子宮肌腮精痛的 佔得比較少 那這個精痛佔了很多 第三個就 那她的病人跟我說 我還有第四個 我說你還有第四個症狀 她說 跟老公同房會痛 她說醫生我的日子 滿悲慘的 我說為什麼 醫生你看一下我血後數多少 不是看電視說你很會猜嗎 我說你考我 我說看一看 我說你血後數大概 應該有沒有6 她說還滿準的 大概5.6 她說我知道我這個病 那我有這些症狀 那半夜最慘的時候 是一個月出血出十幾天 那痛也痛十幾天 所以不是月經期才痛 有時候月經期就算七天八天 那還是痛了15天 那結果她說 重點是我一個晚上 有時候起來三次 最多起來五次 就換衛生棉 但是醫生都跟她講說 機械症開刀 就只有一條路是根治的 就是切除子宮 那一聽到切除子宮 就傻眼了 我說對啦 醫生講的沒有錯 切除子宮是根治的方法 她說我不能接受 我說我了解 我知道 百分之九十的女生 都跟你一樣 不願意接受切除子宮 她說就是看你在醫師好辣 那個瓜哥 那個瓜哥 那個推了一部那個 那個 那個模型出來 我想起來對 瓜哥你確實 海浮刀的模型 對 抽出來 她就是那個時候 你可能跑來說 醫生我要用那個方法 海浮刀 就是用免開刀的方法 我要保住我的器官 幫我弄好 後來做了以後很滿意 她說很好 果然這個筋痛 出血量什麼 統統都改善了 所以她說叫我順便 跟瓜哥道謝了 是 匾額沒有送來就是這樣 對 我已經沒收到 所以你也沒有 那你應該有很多匾額在家裡 對啊 你們兩個可以開 我覺得很多女生 會跟我一樣 不見棺材不掉淚 像我一開始是 每次身體起來會非常的痛 然後痛到 我會趴在馬桶上 我媽媽以為我宿醉 那可以吃止痛藥嗎 不是很流行那種 日本的那種止痛藥嗎 我是痛到我吃下去之後 還把那個止痛藥完全吐出來 那一陣子是這樣 那我自己不知道為什麼 可是我就覺得 其實也沒有必要去看醫生 反正這幾天過了就是過了 後來這個狀況之後演變到 我的月經變成寄金 就他都沒有來 他完全沒有來 剛開始第一個月覺得很開心 Yeah 我就很開心 不用墊衛生棉很開心 第二個月又沒來 到了第三個月 我知道事情不對了 再加上我節食 瘋狂的節食 再加上瘋狂的運動 全部都卡在一起 我為什麼到最後去看醫生呢 是因為我變寄金之後 我開始長鬍子 這邊開始長鬍子 一開始我還在想說 長鬍子是美女 這是好事 對不對 就不以為意 一直到後來 鬍子有一根 變在這裡很像施工 那種變成 對...變成長的 我才知道說 這好像不太對 為什麼鬍子比以前還要多 除了鬍子之外 那個皮膚 尤其是小腿跟手 皮膚變得非常的乾燥 然後臉也是乾燥 就變得很辣 我才去看醫生 醫生就說你這個是 醫生就送一個扁額 叫做 然後醫生就說 你這個就是 荷爾蒙失調 你荷爾蒙問題 你不可以拖這麼久才來看醫生 你從一開始 身體肌會很痛到 吐就有問題了 然後後來又因為減肥 激烈運動 導致你月經完全都不來 他說叫我 首先要做的就是 恢復正常的飲食跟作息 然後我真的恢復了之後 我真的作息 身體肌就來了 然後褲子也沒了 褲子我拔掉了 因為它真的很醜很長 可是一定要拔掉的 這是男性荷爾蒙嗎 它這個症狀有一點點 有些症狀像 像多毛症 或者長鬍子 皮膚乾的 皮膚乾的就是男性荷爾蒙 偏高的 我們就是比你們游游的 但是不像你們那個細緻的皮膚 男生就不細緻 摸起來很像男士皮膚 晚上睡覺 摸到誰啊 怎麼這麼乾 就像剛才謝忻分享 她荷爾蒙失調會影響到月經 所以其實月經有時候 不是單純就是那個 月經那件事的問題 我自己有一個 二十多歲的一個女性 那她是因為 但是因為她的過去的病史 從大概滿二十歲 就開始有月經常常 不太來的那種狀況 那也在婦產科吃 調過幾年的這個口服藥這樣子 每次檢查也都還好這樣 那但是就月經 她主要是來看 失眠心劑手抖的話 就懷疑是 發一驗 真的是甲狀腺機能抗進的狀況 結果後來我就開 甲狀腺機能抗進的藥 開給她吃之後 她後來說 陳醫師 以後回診的時候 她跟我說陳醫師 你以後可不可以 如果說有類似狀況的女性 你一定要跟婦產科醫師說 要驗這個甲狀腺的狀況 因為原則上 她就是變成我給她開這個 抑制甲狀腺的藥之後 她第一個月的月經就正常來了 後面就變得很規律 其實她只是因為甲狀腺抗進 造成她 那之前她如果說 那個失眠心劑手抖 不是很厲害的時候 她不知道要找 甲狀腺科的醫師來看 她就是一直在處理 這個月經的問題 月經不來 那因為有時候因為 健保給付的問題 婦產科醫師 她沒辦法 什麼都幫你驗 所以她沒辦法 一定都會驗到甲狀腺素 那另外一個狀況是 你以為甲狀腺抗進 才會有月經的問題 另外一個女性 也是30多歲 那她是主要來看我 是因為她覺得 她覺得她有代謝的問題 結果她的病死也是 醫院就有缺鐵性冰血 然後之前也是看了 大概將近10年的 月經過多的那個問題 甚至就是婦產科醫師 有懷疑說是子宮肌瘤的狀況 曾經幫她開過子宮肌瘤的刀 但是這個開完子宮肌瘤之後 經血還是一直來 來的時候可以 一來的時候 來個大概10天左右 後來 把她驗甲狀腺精靈低下之後 開了口服藥給她 隔一段時間之後 她的月經也變正常 量的量頻率都變得正常 然後缺鐵性貧血也改善 她之前的缺鐵性貧血 應該就是這樣一直流流 過多引起的 甚至她還很來願地問我說 陳醫師當年我可不可能 我的子宮肌瘤是白開的這樣子 當然教授在這邊 我們就不能這樣講 所以我只能安慰她說 我只能安慰她說 甲狀腺低下跟子宮肌瘤 的確都有加成的一個效果 所以兩個都處理的話 對你會是一個比較好的選擇 只有加分 不會減分 所以我們上去問過 因為女生也不會互相比較 到底都血流到多少才要過量 對 到底幾天才能正常 有 我們會互相聊 會嗎 我們都會啊 就是你看我今天我流了多少 換了幾次 誰會跟你聊 女生啊 女生真的不一樣 女生聚在一起會 會嗎 會嗎 會 如果這個月又沒來 然後那個月又沒來 好好喔 好棒喔 我們男生也不會問說 我們博起多久了 不一樣 沒有真心的朋友 你們是每個月都 你們也不一定每個月都 很難講 瓜哥年輕的時候 可能常在比較 對 現在沒可能 上次我們都不婦產公 婦產公說三天到七天正常 所有女生 你表示他們都不知道啊 對耶 因為我之前有一年的時間 一個月才來兩天耶 你看 然後那時候 三天到七天是正常 你兩天是正常 對 然後那時候 我剛開始的時候好開心 我也是開始好開心 好省錢喔 就你們兩個要聊 其他也不會跟你聊 我們邊緣的 所以我們真的聊好 所以透過這個節目 根本不知道什麼 你是幾天 量多少才叫正常 不過重點是 自己跟你的從前比啦 他改變了就知道 你就改變了 本來是這樣子 現在變成這樣 就是不對 你去找醫生看 我是護理師姨姨 我在17歲開始啊 月經就是一直一直來 然後每次來的時間 大概都是七八天起跳 然後而且呢 中間大概間隔 大概兩三天 又再來一次 然後而且每次來的量 都超級多 每天都要算 你月月休息不到一個禮拜 真的 而且他花很多錢耶 真的 超浪費錢的 好忙喔 然後呢 每次來的量都超級多 然後就是 每天大概都要 大概要用超多衛生棉 然後每一次都是用那個 超長的 夜用的那種 然後就是一直這樣來 然後覺得 那來的時候也都會有一些 然後不舒服這樣 所以就去看醫生 然後看了很多 很多個醫生 照超音波都覺得說 有一些陰影 但是好像應該也只是就是 正常的子宮內膜剝落 然後造成的月經這樣 那所以就不斷地換醫生 不斷地換醫院看 那終於有一個醫生就說 你好像有一些 那所以你可能會一直來 而且你子宮內膜好像比人家厚 大概是1.5公分 那所以你來的量 就會比別人更多 然後平次也會比較 比別人更頻繁這樣 但後來就想說 那不然就是去看看中醫好了 中醫去看了之後 感覺好像效果也不是那麼的明顯 所以就想說那就不要吃好了 不然就很麻煩 而且又加上我是護理師 輪班常常我忘記吃藥 那後來的話就 但是那個筋痛 就越來越明顯 越來越痛 然後沒辦法 只好又再回醫院去看醫生 那這次醫生就說 好像不太對 你這次好像那個子宮內膜 比之前你說的更厚 而且那個醫院好像越來越大 那就建議趕快開刀 而且那時候我看到 就是有發現那個 巧克力兩種 然後就說 那就一起開刀看看好了 那開刀完之後 就發現有 那現在的話就是要定時回去做追蹤 大概半年回去一次 那個內膜的厚度是這樣 如果1.5公分 剛剛講1.5公分 如果是排卵前 這是有點厚 就是液晶剛結束排卵前 如果是排卵後到液晶前 那是正常的 1.5公分甚至1.8 2.0 我還看過2.4都還正常 所以什麼時候怎麼辦 醫生會叫你複查 好的醫生已經叫你複查 所以液晶後再看一次 液晶後再看一次怎麼辦 有人說可是我月經來十幾天 那你就在 發現它變薄了 那就正常了 發現還是很厚 那就不得不刮下來化驗 因為醫生最怕是內膜癌 我這種怎麼辦 我這一直來的 什麼時候排卵去看 我一直來的就要查看 但是沒有在排卵 因為如果你沒有內膜膝肉 沒有肌瘤 沒有真正 其實沒有內膜真身 那就要想到 我們上次好像講過一次 叫 就是 造成的 那這時候醫生如果確定說 其實你是沒有在排卵 就會根據你想要懷孕 可能是給你排卵藥 你不想懷孕 暫時不想懷孕 那就先吃避孕藥條件 之前我們遇過一個女性的長輩 那這位女性的長輩 她平常其實走路什麼的 看起來都沒有什麼 太大的問題 但是有一次去爬山的時候 就發現她爬的大概可能 一兩層樓高 大概就不太行了這樣子 然後就發現她非常非常的喘 那可能想說 或許是平常疏於運動 或者是說沒有在鍛鍊 可是最後發現不是 她的臉就變得非常的喘白 然後看起來好像是 休克的那種感覺 所以最後呢 好不容易就讓她休息一下 然後趕快把她送下山 然後送到醫院去檢查 就發現她的血紅數 居然只有4而已 大概要12左右 是比較正常的 才去查說 到底為什麼她的血紅數 只剩下4 那當然問了一下病史之後 就發現原來她 就是剛才我們大家談到的 就是發現她的子宮肌瘤 竟然有15公分左右 所以最後 最後當然 就把這個子宮肌瘤拿掉了 然後呢 就把這個問題處理好了 那當然也問她說 這個 你的經血量很大 這件事情 為什麼沒有早一點來看醫生 因為她不知道 她這個狀況是不正常的 因為經血量 它是越來越多 所以她肌瘤越大 那她這個出血狀況 越來越多 但是有點像 溫水煮青蛙 因為她不是突然間變得很多的狀況 她就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那導致她最後就延誤就醫 一直到長到了15公分大 才真正就是出現症狀了 然後才被發現 那我分享一個就是 經血量很少 主要原因是因為 她是一個40幾歲的女性 那她一直以來 她有被診斷出乳癌 然後有在吃抗荷爾蒙藥 那抗荷爾蒙藥 我們要評估她的藥效 我們會問一句話就是說 那通常如果她對抗荷爾蒙藥的效果不錯的話 月經會停掉 結果我那時候就是 這個女生她來我門診 她跟我說 醫生我月經雖然沒有來 但是我一直有分泌物 就是她的那個內褲 她覺得她分泌物變多了 那後來我們就想說 那不然還是做個檢查看看 我們就讓她去做那個子宮的那個超音波 去看那個內膜厚度 結果她內膜真的真厚 大概0.7 我們一般正常大概0.4是OK 可是她如果到0.7的話 我們怕她吃這個抗荷爾蒙藥會越來越厚 那如果厚到某一個程度 因為文獻上面是有記載說 這種抗荷爾蒙藥有可能會造成 所以如果她一旦到0.7 我們就會先停藥 結果停藥之後 她反而連分泌物就都沒有了 所以後來我們就覺得說 有可能是因為 她對這個藥物的可能一些反應 造成她內分泌不平衡 就會一直分泌這些分泌物 下體的分泌物這樣子 聽了大家有沒有想到我剛剛講的說 有時候1.5 2.0多還正常 有時候需要等月經後再重看 她講的例子就不一樣 她這是沒有月經的人 就是停經的人 0.5公里以下算正常 這超過1.5公里以下算正常 如果她有在吃荷爾蒙 她停經後補充荷爾蒙 可以到1公分還是正常 那超過1還是會認為有問題 可能要刮起來化菸 我有遇過一個28歲的女性 她來中醫診所 她是來看說她陰部會有燒癢 那除了燒癢以下我問她說 那妳的一些分泌物 白帶狀況怎麼樣 她說油比較多 還有一點點異味 可是沒有很嚴重 所以她覺得只是一個 最近可能吃太多炸的 然後火氣比較大 所以來看一下就是感染的現象 可是我覺得聽到這個 她的那個發作頻率不大對 她是每次月經結束後 還有她覺得壓力大 然後睡比較少的時候 這個狀況都會燒癢 白帶狀況都變得更嚴重 那我就問她說 再把病死詳細問詳細一點 然後她就有提到說 她半年前其實曾經得到一個 那當時是很嚴重 所以她有去婦產科去做檢查 去做治療 然後當時的婦科醫師 也有開抗生素給她 可是抗生素她只有吃了五天 她五天吃完覺得症狀好了以後 她就把她停藥了 那停藥之後 她從那個之後 她就開始這種 反覆性的一些搔癢 跟白帶的狀況 那我就說 就是妳可以先回婦科 去看一下那個狀況 然後我們再回來 就去做一下治療 那回去看一下 那個婦科醫師幫她做那個超音波 發現說她的確骨盆腔 疏忍管那個都有慢性發炎 然後整個都很水腫腫脹 其實我們每一次的那個感染 都有可能降低 我們生育能力大概10% 所以她繼續這樣子持續下去的話 她那個博孕的劇位 是非常非常高的 那我跟她說 好 妳這一次既然有吃到抗生素 妳就要好好的把它吃完 那我們的中藥可以先不用開 以免說互相影響 但是我可以開一點 就是我們中醫的陰道喜劑給她 所以我當時就開這一體的藥方 它就有一些 這五種藥材各三千 就是把它包成是一個過濾袋的樣子 然後回去 回去之後兌那個 1500星星的水去煮 然後煮完以後可以煮成一鍋藥糖 妳可以把它放在蓮盆裡面去做浴 或者是說妳可以把它放在一個浴缸裡面 就是進去泡炸 其實這兩個都可以 就是藉由內部的抗生素 所以不是拿來喝的 不是 這一次也可以喝 但是味道不好喝 這用泡的 器官發出異常的聲響 怪聲音揪出原胸 我們常常有時候 肚子就會有一些一點點聲音 咕咕咕咕這種聲音 常有動的聲音 有時候會有 可是有時候特別奇怪的時候 或者是在特別的時間 有發生這個狀況的時候 就要小心 我自己是一個60歲的一個女性 那她這一兩個月來 就是長民的聲音比較大 那甚至她的孫女在她旁邊跟說 阿嬤妳肚子裡面有裝青蛙嗎 然後後來她就是去她附近的診所看 看就是覺得說 應該是一般的長民消化不良 就開一些包括 甚至叫她買一些益生菌吃 可是那個青蛙呢 好像住久了 越叫越大聲 越叫越習慣 那每次吃完東西 大概兩個小時之後 就突然一兩聲很大 嘩嘩嘩這樣子的聲音 所以後來呢 來我的門診求診 結果一幫她照一張簡單的X光 就發現其實很不對勁 因為她的小腸都非常脹 脹的像人家灌香腸 香腸裡面灌的是空氣 然後大腸呢 是都沒氣體的 那這樣代表什麼 代表她小腸跟大腸中間 應該有長東西 才會讓小腸脹起來嘛 下面就沒有嘛 幫她做斷層跟大腸鏡 真的是在她的右側的大腸 長了一個5公分的一個大腸癌 那最後手術下來還是第二期 那大家會覺得很奇怪說 為什麼大腸癌會造成這樣 鼓的聲音 原因就是因為 她這個大腸癌有造成那個 那我們人體都會有消化液 跟空氣要過去嘛 她現在包括消化液到這邊 然後呢 氣體到這邊的時候 她要過過不過 就在那邊絞痛的時候 後來一下子過去的時候 你就發生聽到一個 很大的鼓的聲音過去這樣 所以她那個是已經有一點 半阻塞的這種狀況 就容易有這個聲音 所以萬一有非常奇怪 特殊的聲響要自己要小心 這種是屬於自己聽得到 潘艷你聽得到的聲音 但是有的病是很可怕的是 只有自己才聽得到 別人都聽不到 那我指的案例是一個 40歲的一個男性 他是我在看高血脂跟高血壓的老病 因為我看代謝症候群 那他說陳醫師啊 我那個最近這一兩個月 我耳朵那個好像常常聽到那個 那就是我們俗稱的耳鳴 所以他覺得說 會不會 我問他說兩邊都有 還是有一邊 他說只有一邊 那我也幫他驗了 血壓也還好 高血脂抽血也沒有特別 那我把他轉到耳鼻喉科 那耳鼻喉科一開始 就是覺得他會不會太勞累 那後來又想一想說 那我順便 他順便幫他做一個檢查 結果後來發現他在腦部 長了一個 1.5公分的一個 這個聽神經瘤 大家不要小看喔 他的位置是在聽神經 第八對神經這邊 可是他前後有三叉神經 跟這個顏面神經 你如果擺著 雖然他是良性 他不是惡性 可是你擺著不管他 你等他一直長大的時候 你會突然臉歪掉 或者是他長得比較深一點的時候 他壓到腦幹 可以造成你猝死 所以這個東西 不是用開刀進去 他是用噶馬刀 就有點像那個教授的海無刀 用熱門去燒那顆瘤 把他燒讓他抑制不要再長大 這樣就好 對 所以時代的進步 因為以前還有很有名的 外科系的教授 為了開這個刀 本來年輕的時候很帥 長聽神經瘤之後 開這個刀之後 一輩子臉是歪的 因為你過去的路上 我說過流會壓到 可是過去開刀的路上 也會去壓到 對 你講那個肚子裡面 有水蛙的聲音 我有碰過一個六十幾歲的太太 他跑來門診的說法 居然是說醫生 我走路怎麼會 好像裡面滑溜溜 我現在滑溜溜 我們就看腸胃科 腿會通常這樣 我心裡想說 不然既然來了就上去吧 平躺我看一下 一看我說滑溜溜 我跟他敲一敲 裡面感覺是有水 我說那副長哥 我第一個就想到 軟草癌 我說你是不是看了別的醫生 他說沒有 我說那你為什麼沒看腸胃科 他說我們照顧的人 不是都要看你這顆 我說好 反正來了就看 結果我就說 肚子其實摸不出來 因為他你知道嗎 中年這個年紀很多人是中廣 是汽油桶這樣子 摸不出手一籃 我說坐潮溜溜一看 軟草癌 做了CT軟草癌 開了刀是第三期膝 第三期末 所以我就跟他說 那你都沒有不舒服 他說肚子 肚子就是脹脹 可是本來就一來越胖 全家人都說本來他就是 一來越胖 我們怎麼知道阿嬤是變這樣子 我說你們都沒有關心他 他說不是 他肚子本來就一來越胖 他講說這個年齡就這樣子 都是想當然了你知道嗎 就跟那個 中年以後子宮肌瘤 常常也沒有人去處理一樣 就是說他肚子本來就變胖 就不覺得說 怎麼只有這裡胖 其他部分怎麼四肢都沒有胖 他這個是更明顯 他是本來就燒胖的 就更難被判斷說 是一個腫瘤在裡面 就是一個 其實有時候如果有附水 有一個方式可以提供民眾 很快分辨 你如果附水的時候 他那個附水洞 他會去壓到你的那個直腸 你大便的時候你會覺得 就是你會覺得你已經拉乾淨了 可是又還想再拉 就是他會一直去刺激你的腸道 所以你如果有 就是像我們之前 有遇到像乾硬化的病人 他們有些就是會有附水 然後他們最常見的就是說 他們每次大便 就是一點點... 因為它會造成 去刺激你的那個直腸 你會一直有變異 可是你每次拉出來都 一點點 就是一點點這樣子 瓜哥你肯定不是卵巢癌 不是 這是油脂 是不是吃太多 其實如果附水 我們在那個檢查上面 有時候其實是靠敲敲自己的肚子 我們就可以分辨 你到底是不是附水 因為如果你是附水的話 敲起來的聲音會 比較濁 比較堅實 因為一般來講 我們的肚子有長到 裡面有長氣 所以敲起來其實是膨膨的 你會覺得好像在打鼓一樣 有附水的人 他敲起來的聲音就會非常的堅實 好像在敲石頭一樣 那尤其是如果你躺下來的時候 他如果正面敲起來 有一點點膨膨 但是旁邊全部都非常堅實的話 那就很高度的懷疑 他是真的有附水的 可是有時候我們躺下來 他像海浪一樣 瓜哥差不多了 去檢查一下吧 我這樣說好了 我覺得說真的 唯一一個最簡單 民眾自己檢查 就是你腰圍莫名其妙變大 就請你就醫 因為你腰圍變大的時候 就算你是變胖 你也可以要考慮 是不是有代謝症候群 器官會發生聲音 這種原因其實千奇百怪一大堆 我這邊分享一個案例 一個50歲的男生來看診 他主數是左耳 他耳鳴一個禮拜了 然後我們都問一下 耳鳴的形態大概怎樣 他說很特別 他這種耳鳴 他前五天他只要聽到聲音 他耳朵就給他拉個兩下 他這聲音就不見了 他接下來這兩天怎麼拉 這聲音都不會不見 那這時候我就要幫他 安排個檢查 內視鏡一照 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很像那種 就好像那個 迪士尼的卡通人物 他用一個叫史迪奇的有沒有 好噁 然後說棉花棒輕輕碰他 他還會動 就看來他還是活著的 在耳朵裡面 對 就在耳朵 滿深喔 他就貼在耳膜上面 那我當然不敢冒然地動他 因為我碰他的時候 那個50歲那個病人 他就有提到說耳朵好痛喔 那這時候我們就灌一點麻醉藥 我們那種10%的那種麻醉藥 灌完讓他昏了之後 再慢慢把他拉出來 拉出來之後 再仔細地再檢查一下耳膜 已經被拉了一條撕裂傷了 所以說牠去拉 牠有耳鳴的聲音 牠去拉牠的時候 那隻蟑螂可能應該是要 那這問題是已經勾住了 牠跑不出來 所以才會造成這樣的一個狀況 這為什麼這昆蟲 會喜歡留在我們的耳道裡面 因為我們那耳垢裡面 本身有一個物質叫 我們醫學上叫 它本身有很濃的一個 脂肪酸的一個香味 這種香氣是動物最 那種 所以就像 就像人類肚子餓 晚上半夜起來想要吃宵夜 那蟑螂也會起來 找宵夜吃一樣 進去就屬不得離開了 我以為牠是遵守政府 居家隔離 所以跑進去住起來 問一下老闆 老闆他本身是一個 寵物店的老闆 他主打就是那變色龍 那爬蟲那這寵物 他說很多人都來買 家長可能鼓勵小朋友不要外出 就養個變色龍 那飼料就是那個蟑螂 還有那個奇帥 他說最近進貨很多 可能因為睡覺的時候 他就跑到耳朵 怎麼會 那個蟑螂也很聽話 他也是 他居家隔離 他有聽到政府 他就居家都不要住 真的會 像我們嘴巴鼻子或耳朵 常常會有東西 昆蟲跑進去 這很正常 可是我有一次 就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就堵在這裡 你是不是那個遊戲 對 我就先堵住 堵住之後我就用手 一直去摳 結果沒想到摳了之後 他又更進去 後來我就回到家 他叫我爸用夾子 幫我把那個咖啡豆夾出來 結果他一失手 又把他吐進去 結果那幾天我睡覺的時候 都聞得到咖啡香 就說耳朵這邊 他耳朵這邊 全部都是蒙住了 就變成只有一耳一耳道 那你多好都不用再買咖啡 對啊 可是就一顆而已 後來我就真的覺得很丟臉 我就去耳鼻喉咳 然後那個醫生在幫我 用那個細細的東西 夾那個咖啡豆的時候 醫生還說 對不起 我可以問你一下 到底這個咖啡豆 是怎麼進去 我就跟他講說 就是玩一個遊戲 對 就是玩那個遊戲 那個遊戲我知道 解決他的疑惑 這算職業障害 我真的要分享一個故事 就是我遇到一個病人 年輕男性 他來的時候他就跟我說 醫生我一直在打嗝 那我們就問他說 那你除了打嗝以外 有沒有其他特殊的狀況 譬如說食慾 他就說他這半年來 然後就是吃一點點東西 他就覺得很飽了 所以我們就幫他安排 做一個胃鏡 結果胃鏡做都沒有問題 然後可是就是 我就想說 那會不會是其他的問題 我們就幫他再做一個 腹部的超音波 結果超音波一做下去 就發現他膽囊非常的脹 然後脹道去頂到那個 他的構造就是會 那一般來說我要解釋一下 就是因為橫隔膜附近 他有一些 那他會經過的部位 像譬如說腸胃道到腦部 如果你在這附近 迷走神經附近 有受到刺激的話 或者說比如說長腫瘤 或者發炎 你只要有刺激他 你可能就會一直想要打嗝 所以才會有些人說 你打嗝的時候 深呼吸吸到飽 然後再吐氣 吐到最低的時候 有時候你讓他舒緩一下 打嗝就會比較好 結果這病人就是因為他 因為很年輕 我們根本也沒想到說 這麼年輕就會長膽結石 結果我們剛剛開一個腹槍鏡 把膽囊拿掉之後 就覺得好很多 就是 食慾還看不太出來 就是很多那種 他就很明顯感覺說 舒服很多了 對 去很多那種廟宇 或是 對 那是金塔 對 你好像 是嗎 你好像 沒有 我師父在那裡 我會 當然會 那個也是打嗝 對 以前看師父在那裡 被膝蓋一定是這樣 對啊 一定要打嗝 可是這種情形 我在三十年前曹蘭 他那麼年輕 跟我們主持鑽石舞台 他就一直 好像表演特技 就年紀那麼小 二十幾歲的小女孩 那時候 會一直打嗝 一直像表演一樣 他隨時都可以 這樣子 牛蛙 那是牛蛙 那也滿強的 牛蛙一樣 我說你怎麼講 後來去檢查 就是你剛剛講的那種 胃口味 我有一陣子這樣 可是我那個是什麼 要吃三個月藥 那種 有沒有感覺 常常吃的胃會 吃飽比較不痛 餓了會痛的那種 常常吃也是 吃三個月都要的改善 我們剛剛聊到 敲肚子那個聲音 我就有遇到一個小朋友 他是八歲的小男生 被媽媽帶過來門診 那他那個 他是在學校裡的時候 忽然肚子很痛 然後去保健室 保健室 護理師擔心他 會不會是 所以請他來診所看一下 但他狀況是說 他只有痛 他沒有拉肚子 也沒有上肚下去 或是噁心 然後我們就 我就先幫他用那個 聽診器聽 一般我們聽診器 會聽那個腸胃 會有那種腸胃的聲音 叫做 那可能一分鐘 四到十下都是 比較正常的 可是他 沒有什麼動 就整個卡住的感覺 接下來我去幫他 敲他的肚子 那剛剛像 朱醫師提到的就是說 我們肚子正常的時候 敲起來是像骨一樣 那有咚咚咚 比較空的那種 充滿空氣的聲音 可是他不是 他敲下去是很脹的 整個塞滿的 擔心說這個是 會不會是便便 然後壓他肚子也都是 整個都是 這樣 我就跟媽媽講說 他可能是 然後我先幫他開一點 潤腸的藥 我們不要開瀉藥 我們開潤腸的藥 先幫他開兩天 然後回去看一下 那他兩天後回來 他媽媽跟我說 他還是擔心 所以他送去那個大醫院 去小醫科去看一下 照了一張X狂 果然就是 那種白白花花都是大便 然後當場就被抓過去 做一個那個晚常的動作 然後晚常回家以後 再吃點中間 他就是上住很多那種 黑黑硬硬的東西 然後這就是他裡面的那種 已經結塊 已經變硬的大便這樣 因為他媽媽好奇的時候 他小朋友每天都有上廁所 可是每天上廁所 他上的是正常的那塊大便 他一開始沒有上順的那些大便 他會變成樹便 然後留在我們的腸子裡面 每天被水分會被吸收 越來越硬 久而變像石頭一樣 這叫糞食 所以說他每天上正常 就是還是有便秘 然後我就叮嚇他說 那你就之後 一定要多喝水 多吃蔬菜 這樣就不會再發作了 你們現在看病有看到這樣子 有看到這樣看嗎 沒有 沒有 為什麼要這樣看 老一輩的醫師都這樣看 有啊 我小時候看病都這樣看 這個肚子還有胸部 我說他這樣看 對 是 你看這個年紀都沒有過 不會 因為我們都在看臉啊 皮膚啊 對 你看 你看講我想要小時候 有啊 現在還是這樣看 他還是這樣看 對 對 因為其實在醫學上面 我們在基本理學檢查 都要講 那所以他一定會 看看你的外觀 然後呢 聽 然後他會就是 敲敲看 然後摸摸看 這四個是一定要做的 所以大概在胸腔啊 腹腔啊 這些有體腔的部位 大概這幾個理學檢查 都是少不了的 那有時候是因為譬如說 現在科技比較進步啦 有很多影像的檢查 其實可以很快的 就進行很正確的診斷 所以相對來講 醫師比較不需要用 這麼傳統的方式 但是這個還是醫學系的 可是你剛剛講 那我想問我小時候看病 就是這樣看啊 他會敲啊 這只要是太多人 也都太仰賴超音波 仰賴CT 仰賴MMI 過度仰賴 實際上有些東西 不需要靠這個 就已經看出來了 對 那這些檢查 其實就是中醫以前的 忘聞問切的 切診的擴大 對 以前切診可能就是把脈 那現在擴大成這麼多的 理學檢查 可是現在心靜的醫師 這個技術可以嗎 有在退伏中 對 一來就 真的 要求超音波什麼都要求那個 就像現在年輕人 寄電話哪有老一輩厲害 現在手機叫他寄他也不行 他不會被號碼 真的有差 我們叫Siri 對啊 不過我今天要分享 另外一個聲音的案例 我曾經有遇過一個 40歲的女性 她就覺得說 她在吃東西的時候 就覺得好像耳朵 一直會聽到那種 卡拉卡拉的聲音 然後她就發現 不是只有吃東西 只要她張嘴閉嘴 其實她是有這個 類似咀嚼的動作 或者是就是張合口的動作 她都會聽到就是 右邊的這個地方的關節 好像有卡拉卡拉的聲音 所以她覺得非常的困擾 而且那個卡拉卡拉的聲音 是很大聲 然後甚至大聲到有時候 你如果人靠近一點的話 好像旁邊的人都隱約 好像有聽到一點點這樣子 所以她來就診的時候 我們就做了一些檢查 當然就是也稍微幫她摸了一下 發現她的關節 其實沒有明顯的脫臼 這個地方是 那我們這樣子摸一摸 我們可以發現說 如果你嘴巴張開的時候 它會有 它會比較 它會突然間凹進去有沒有 這個是你的這個 下汗骨的這個 骨骨頭的這個地方 還在有一些動作這樣子 那這是一個 懸吊式的關節 那其實我們幫她 做檢查的時候 她沒有明顯的脫位 那也去照了一個X光 也發現她沒有明顯說 有譬如說退化的情形 那畢竟她的年紀也沒有到很老 所以我就跟她講說 其實你這個絕大多數的 最可能的診斷 其實就是 那內蚵關節症候群 它之所以叫做症候群 它一定有一系列的症狀 大部分都是一開始 你會覺得痛 會覺得痛 然後擠 然後覺得好像咬東西的時候 覺得好像 有些人是 有些人是 然後有些人是 嘴巴打開 她可能就卡在那裡 她就沒有辦法就是合起來 但是又不是明顯那種脫臼 需要去復位的 有時候她這樣嘴巴動一動 她又可以回去 那再來就是像 這位女性一樣 她會聽到咔啦咔啦的聲音 那一旦出現像這樣子的症狀的話 大部分都會建議就醫 稍微檢查一下 是不是真的是有一些 譬如說關節 磨損之類的問題 那位女性她很幸運的 她其實不是什麼 關節磨損的問題 她其實只是因為她這邊的 肌肉張力的一個不平衡 所以我就問她說 是不是最近壓力比較大 因為在壓力比較大的狀況 或者是你本身就是一個 容易緊張焦慮的人 特別容易發生這件事情 還有女性也會比男性 稍微容易發生這件事情 那她一個40歲的女性 然後確實就是一個比較容易 心裡覺得比較焦慮的人 然後再來就是她先生有提到 晚上睡覺的時候會磨牙 磨牙這件事情還有 還有有些人一遇到壓力的時候 牙齒就會咬得很緊的 這一些動作 其實都是會造成這個 捏耳關節症候群的 一個危險的因子 我會咬緊牙關睡覺 就是有症狀很痛嗎 也是過生活 對 就這邊 我睡覺的時候會 這邊非常的用力 然後半夜自己醒來的時候 發現這裡好痠喔 然後咀嚼肌越長越大 就是牙齒咬太緊 而且我也會磨牙 那你要戴那個牙套 或是咬毛巾之類的 對 這個就是她的這個治療的 其中的一個方法 通常在面對很輕症的時候 其實那個女性 我也是請她吃個肌肉鬆食劑 然後她會痛 所以我也有請她吃個止痛藥 然後請她在家裡 就是稍微壓力 然後調整一下 睡眠調整 她大概三個禮拜左右 她就整個症狀就明顯地改善了 那有一些人是需要戴咬合反 因為戴那個咬合反 它可以讓你這邊的肌肉 比較放鬆 所以原則上還是一個 就是你肌肉 它的這個收縮 有一些不協調的情況 所以有些人戴了咬合反 戴了一陣子之後 這個狀況就改善了 那有一些人甚至 如果到了關節 已經磨損的地步的話 甚至要去把這個關節 就整個壞掉 那但是那個通常都是在 譬如說一些外傷的狀況 有些人是因為外傷 而引起了這邊的關節的耗損 甚至是被吸收掉了 那那一些可能就需要換關節 好 我們來看第三樣 皮膚失控 鬧脾氣 各種狀況都讓人好抓狂 到婦產科來看皮膚問題的 相當大量是由於 痘囊性卵巢而產生的 痘痘的 那有些是皮膚科醫師轉過來說 因為認為它是 婦科的內分辨問題來看的 那我們今天講的是另外一個案例 是一個38歲的女性 它來我們診室 其實是因為子宮頸的零期癌 零期癌就是子宮頸原位癌 就是在第一期子宮頸癌 以後叫做真正的侵襲性子宮頸癌 零期以前叫癌前病病 那它是癌前病病 有輕度 重度 重度 它是在裡面最嚴重的 但是距離第一期還是有一段路 但它已經在外面做過治療 治療以後復發了 就是那個治療是做一個叫 就是因為它還沒有生育 把它切完以後發現又復發了 我說對 子宮割掉是一個選擇 是一個比較根本的辦法 他說我還想生孩子 我38歲還沒有生 那你是希望我怎麼做 他說我看新聞報導 找到一篇你的報導 好像一二十年前 有一篇你的報導在國際上 所以在國際上發表一個新的方法 叫做重複性的一直復發的 癌前病病可以不切子宮 只切子宮頸 我說好吧 那你既然下這麼多功夫來 我去看一下 我說你還可以再試做一次看看 把你原來的方法 因為你那個邊邊都還有 我再切一次更大的範圍 就是把癌前病病那個 原罪切片再切更大 然後切更深 然後等那個報告出來 不幸的是報告出來 顯示周邊也還有 裡面也還有 你切那麼深 對 我說那這樣 似乎只好就照你的方法 我說你其實可以等看看 如果復發再來出去 他說醫生不要這樣 叫我等看復發再來 我就復發一次 我說好 如果這麼緊張的話 他非常焦慮的人 我說那不然就切 就照那方法切完以後 切完以後過了幾個月 他回來追蹤 很好嗎 我說準備懷孕 結果他說醫生 我要打疫苗 我很怕 我要先打疫苗 因為現在我可以 打子宮頸來疫苗 我很怕又再長 長心裡又被感染怎麼辦 我說你要打疫苗 可以 你現在條件可以 因為抹配什麼都正常了 過了幾個月回來 他要打第二劑的時候 跑來跟我說 醫生 那個兩個月前那個疫苗 你知道我打完以後 全身型麻疹 我說 他說我回家就開始長 左腳 肚子 什麼胸部 什麼這個腳 全部都是 我說這麼嚴重 我說那怎麼辦 後來他說後來就去醫院 打急診處 打那個 抗過敏的藥就好了 那所以今天是不是 先幫我打個抗過敏 我再來打疫苗 我說看起來只好這樣做 結果後來我旁邊 還有做了一個見習醫師 他馬上翻 快速翻 現在有這個很方便 他說老師 這個有 我說真的有這個何病 他說有 萬分之一 他剛好中獎 萬分之一 我說我難怪還沒見過 因為我們不一定有 一個醫生有打超過 一萬劑的那個 這個東西 但是台灣一年可能 現在因為國醫的女生 都打子宮頸癌疫苗了 所以一年如果打了 七八萬人的話 也許就有七八個人 得到群馬疹 所以現在 對於子宮頸癌疫苗 一般都建議說 如果最理想是在醫院打 打完看半小時之後再回家 觀察半小時之後再回家 可是他群馬疹 有可能回去家裡五六個小時才回家 也有可能 但是因為我後來發現 那個更少見的是一個叫 那有可能造成呼吸 那你在家就危險了 對 所以一般還是 建議在醫院打比較好 那個會很快就發生的 不會拖那麼久 對 真的 我們都不知道還有 對啊 竟然會群馬疹 對 不會 因為這樣害怕打 還是有解藥的 很難見 但是雖然很少見 但是有解藥的 對 該做還是要做 我自己是平時工作如果壓力很大 或者是常常拍戲會日夜顛倒 不然就是會很不準時的吃飯 所以就會導致於我的膚況很不好 然後常常化妝師在幫我補妝 或是在化妝的時候都會說 很吃妝 很脂粉 就是我整個妝容都會很不好看 氣色都會很不佳 會一直 然後越妝 就越上越厚 越上越厚 你們應該都有這樣的狀況 有 像我工作壓力很大的時候 我可能會想要多運動 對 要多運動 讓自己就是排解一些自己的壓力 或者是會吃一些老健食品 就是由內而外的保養 所以我覺得女生請保養很重要 像我平時有可能會敷敷臉 或是擦我們自己適合的保養品 可是因為有時候外來的那些保養品 其實沒有很大的幫助 或者是還沒辦法完全地改善的時候 我覺得反而是要由內而外的保養 像我自己是工作壓力很大的時候 我皮膚也是很明顯 那這時候我可能就是 就像妳講的 運動 然後去游泳 可是我覺得吃對保養品 也非常的重要 由內而外 所以我由內而外的保養品 通常我都會吃像這種 膠原錠 因為膠原錠它裡面其實含有 維生素C 還有膠原蛋白 還有B群 對 那它是 所以它小分子很好吸收 像B群它就可以幫助新陳代謝 讓我們的皮膚看起來很健康 然後維生素C 可以促進膠原蛋白的生成 那 而且它沒有味道 對 它沒有那個B群的味道 因為以往我在吃保健食品 譬如說吃膠原蛋白粉 泡那個粉 或者吃B群的時候 大家吃B群都會有一種苦苦的味道 對啊 然後馬上 那妳吃一個胸吃 對 它是完全沒有味道 這我之前有吃到 我吃掉一罐 這罐滿紅的 吃了兩罐 這就是小小顆的摩依錠 它很好入口 而且完全沒有味道 所以它很好入口 對 它滿小的 而且其實對於保健食品 我們都會很在意它的來源 對 那它就是由日本很芝麻大廠 製造出來 所以它其實是非常有保障 而且完美就寫一個美 是女生 妳怎麼沒來購買 對 而且都是粉紅色 對啊 我就是要買 感覺就是會變美 重點是妳就只要吃這個 妳不用瓶瓶罐罐吃很多 是 因為它各個營養素都在裡面 像我們現代人很愛美 而且男生現在也很愛保養 所以其實我覺得我們熬夜 外食的時候 我們營養就會容易失衡 所以我覺得我們要多補充一些營養 還有這種 很多營養素的這種保健食品 而且以往可能去 只能去日本買 但現在台灣也有賣了 對 因為台灣有直接那個 日本人像鏡頭 長期吃的話 你自己可以感覺到 比如說你的氣瘦什麼 對 而且皮膚不會像男人 對 這個身體出現叛逆行為 都是有機可循的 千萬不要露一些身體 傳達的警訊 提早花去才能提早吃的 祝大家平安健康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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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對好辣醫師們的支持 記得訂閱醫師好辣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鈴鐺 收看最優質的內容喔